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我第二代主他们做饼的时候 到了第三代何耀木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好遇到了战乱 那战乱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的开启营业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取了新的名字 因为有别间饼铺跟我们讲同样的名字啊 他们也叫莱发饼铺 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是旧的 那我们也要变成一个新的 那叫新莱发又觉得 我是一间老店也不适合叫新的 所以我们就叫做旧莱发 是旧的莱发饼铺 那我们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旧莱发目前已经传承到第五代了 那有第四代的爸爸妈妈 姑姑姑婆 那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现在是全家人一起住在一起 那也一起在经营这一间饼铺 其实我家不只是有我 像我的姐夫 他本身是一个军官 那我的大姐他是一个护士 那我的话我在微软公司上班 我弟弟他也是一个Linas的讲师 那我们家所有的小孩子 都回到自己的饼铺来工作 只是因为觉得家里面的工作需要传承 那这也是一份责任 那主要是台南人的人情味 喜欢跟客人互动的感觉 还有把祖先的这个制品的根基延续下来 我的爸爸跟我的姑姑 他们从小就没有妈妈了 爸爸以前就是在台南的海边 是让养母养大的 那以前的话我们家很苦 这一块以前很会淹水 那淹水可能都到半个腰 那我的爷爷他都会在我们店 最早期我们还是用纸袋包装的时候 就在上头印上了樱花的图样 是因为我的奶奶他叫做穆英 那我的第三代祖先他叫做阿英 他们的名字上面都有个英字 那所以在旧爱发现在你们看到制服上面 我们还是保留了这样一个图形 那主要是我们想要知道说 爷爷他要让我们知道说 要随时感念了自己的祖先 那以前旧爱发就是在庙旁边的 这样一个小小的街道里面 那这一条街道以前会淹水 会淹到腰部以上 那我都会看到水都淹到腰了 我爸爸还是一样很坚持的 要把饼烤好 那我们这一块地方从以前从平房 那我们慢慢地改变 我们从现在有一间房子 那对我们来讲 它就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那我们把一楼的住家 一楼把它变成是工厂 那还是很传统式的这样子家庭的工厂 对我们也没有特别想要去把它扩展 或者是说改变门面的装潢 因为我觉得把饼做得实在好吃 比你外在的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装潢起来 或者是把它做得很古色古香 可是它毕竟都不是老东西了 它已经变成一个新式的感觉 那我们希望维持这样老老的味道 那我的客人 他们也都很习惯这样的方式了 从爸爸那一代第四代 传承到我们第五代的时候 我们改变最大的是 我们会思考着 年轻人要怎么样去喜欢你上一个饼铺 会怎么样会去 他们对百年老店推门来讲 可能就是一个招牌 一个名称 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吃过你的商品 那要怎么样去吸引年轻一代 甚至小学生还有幼稚园 那旧爱发我们大概在这一二十年来 我们每一年都提供上千位的学生 到旧爱发做免费的一个导览 像我的大姐 她就会把一些我们传统的糕点 像瘦桃啦 昂菇这些的商品 大姐就把它做成一个萎缩的模型 那有时候年轻人看到模型的时候 他就会想 这是什么东西 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从最简单的我们讲画柜 可能有些人就听到画柜画柜 他可能想说它是一个蛋糕 可是传统真正的画柜 它是要磨米去做成的 要真的去打蛋 然后用吹蒸的方式 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用烤箱的方式 把这块画柜烤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用这样维缩模型的概念 那吸引年轻人 那我们也找很多的机会 到很多的展场上面 去做免费的展览 还有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我们在这几年配合许多的工艺单位 那这一些的工艺单位呢 我们在Pompia上面 做了非常多可爱的造型 年初我们推行的 我们去年搭着远载的热槽 那我们做了猫熊的Pomp饼 那接着的万圣节 我们又做了Halloween 南瓜怪的造型的Pomp饼 那渐渐的我们 现在会朝着像结婚的婚礼小物前进 对那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说 好吃的饼它不一定只有好吃 它还是可以加一点创意进去 真的我就来发它是一间 很有文化历史的一个老饼铺 那我希望说 那我们把创意的元素 跟吸引年轻人的元素加进来 这样会有所改变 可能跟老一辈的想法会非常的不一样 台南人很重视人情味 在台南可能我到别的县市 自己这样去走 会觉得台南人老板走进店里面 他们都会接你讲来生 那可能用台语的方式跟你交谈 那会觉得很亲切 那像台南人他每天已经很习惯这样的饼 那即使就像我们订的招牌黑糖香饼 即使它已经很久 它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 可是不见得每一位台南人他都知道 那我就会想着 我怎么样除了让台南人了解这一块饼 又让全台湾的人认识它 那相对我是台南人 我热爱台南 所以在台南的任何大小事物 我会想要去尽量的关心 那我会想把台南的一些古迹啦 还有一些台南比较特别的元素 把它加进来这一块饼里面 那所以我们可能之后 也会一直想要去研发新的饼出来 让大家接受度高一点 那台南人很照顾我们这样的老饼店 因为就像跟您说的 仇神 拜拜 这在台南 你跟你从生老病死 都不会离开这一些关系 那你从生老病死 你跟饼店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 那相对的我们跟客人的互动几率就高了 那一高的话 相对的我们就可以经营得更长久 像我们做饼的时候其实时间很长 我们一年没有什么假日 就是我们只有除夕 除夕那一天我们可能 大概吃年夜饭的时候啊 我们还在送货 还要到客人那边 那一整年里面 我们大概就休个初一到初三 这是我们的休息时间 那平常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大概都八点多 然后忙到晚上的九点半 那我们是全年无休 那我们每天做的饼真的很少 每次看爸爸这样做 其实心里面会很舍不得 因为我们家一脉都是男孩子 对 除了到我们这第五代 我们有女生我们可以去选 可是在传统这种 竞神的观念这么浓厚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他们那时候都会觉得 男生才能去做这一些拜拜的东西 所以学着时代演变 女生还是也是可以做 对 只是说我们的劳力上 没有办法像男孩子 像爸爸 像姐夫 像弟弟他们 他们就是像在端烤盘 他们可以力量很大 可是我们可能端个几盘 就力量就撑不住了 对 这是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那很热 我们的烤炉啊 大概快三百度 那我们的那个灶 我们在蒸瘦桃啊 年糕的这个砖灶啊 那个随随便便都好几百度的 那所以当你靠近的时候 其实就能感受到它的热度 那在以前还比较好玩的是 爸爸以前都是用手去测烤箱的温度 他就把手伸进去 哦 好 现在几度我跟你讲 对 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烤箱 它没有温度计 它只有电压表 最近几个月才想到说 我们要用测温枪 其实就这样测温就好 可是爸爸从以前到现在 做饼做了三四十年以上了 他的都是用手这样测温的啊 而且我爸他也是从幼稚园开始 就像我们家现在第六代 从幼稚园开始就要学会擀饼了耶 擀饼皮了 可是这不用学 就是你每天看每天看 你就会的东西 那把它当成 我们把工作当成乐趣 把做饼当成是 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幸福感 我们就是一家人每天 要讲什么事情 我们就一边工作就一边聊 不用像大家说下班时间 还是要特别约个地方啊 聚在一起聊聊天 不用每天就这样子 门室然后工厂 就这样全家人都在一起 所以每一天都可以看到 我家一家人在一起这样 那客人也都很习惯了 辛苦的地方是没有人要做 年轻人不会想做这个 对 就像我自己的职业 我可能在国外工作 我可以比较多的薪水 可是我就是很爱台南 很爱我的家 很爱我的行业 这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感觉 我爸常讲 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看得到太阳 看得到你的一家人 这就是幸福 那我们很幸福了 所以我们相对的 我们把饼做得更好 那把这样老味道 传递给每一位客人 那他们感受得到客人 自然就会来了 会有所牺牲 像我家的第三代跟第四代 我的姑婆跟姑姑 他们因为我的奶奶 生我爸爸那一天就走了 那我的姑婆跟姑姑 他就这样子照顾着我爸爸长大 那你想一个 就是只有爷爷的家庭里面 一个男生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分心 再去照顾小孩子 那那种心里面的压力 其实会很大 客人跟你订了货 那只有一个男生 那姑姑跟姑婆 他们没有结婚 就是想要把旧爱发撑起来 所以我们心里面 会一直很感激他们 虽然我不是生长在 那个很困苦的年代 我不知道战争之后 对饼铺的一个发展 影响多大 可是在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 在七八十年代 西式的喜饼进来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大家那时候不订传统的大饼 传统的结婚大饼 就越来越少人做 大家都去买西式的这些饼干 对我们有很严重的影响 那只是到这几年 大家会想要走复古 大家想要找老东西 想要找出老味道 这样这几年 大家比较重视的像一些 传统的拜拜的东西 就是像现在都会摆出一些 燕王的作品这一些的 那大家才会去重视到 不然大家越来越视为 一直不见了 我们真的就是劳力钱 比较做苦力的感觉 只是我们会乐在其中 我们从来不会去抱怨说 我的工作那么多做不完 我们都会想客人让你做 就是跟你订货 你要对这个订单要尊重 你即使你今天要出国要干嘛 不好意思不要去 我们真的会这样子 我们曾经因为客人 有一个客人他是要订拜拜的东西 然后我们已经归好 那一天要出去玩了 可是没有办法 客人就来说 我就是那一天要拜拜 那我爸又很坚持 我爸那种东西都是要新鲜给客人 他才不要说 我也可以冰起来 可是我们就不想做这件事 我觉得客人让你做 你一样花同样的钱 你就是要把好的东西做给人家嘛 你如果说一样的钱 那我买冷冻的东西 那我去买冷冻食品就好 为什么要跟你这样老饼铺定 然后最主要是跟客人建立信任感 客人相信你会把好的东西交给他 他们自然就来了 那我们会对产品非常的尊重 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说 这个东西可以交差 你们如果看到那个柴树饼 之前曾经那个 就是本的比例 我们不是就是烤的颜色比较不好 我爸爸整批都不卖 我爸是这样坚持 我的爷爷也是这样坚持 从我的祖先他们就是坚持这样子 从旧来发开始清朝然后到现在 一段长的时间其实我们遇到冲击非常的多 主要是人力的不足 我们请不到人 那我们也没有要想要请人了 因为觉得现在一家人 在一起做饼的感觉很好 那当西式的喜饼进来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 我们那时候就是生意真的很萧条 萧条到说我都可以说 我都可以去做一个代工了 对啊可以去帮人家 人家还是还曾经拿那种 家庭代工的东西拿来给我们 你想一间店都这样子撑 然后就想反正战争你都能撑过来的 生意不好都能撑过来的 其实已经不算什么了 就是把东西做好 那所以我们都会很感谢 就是大家会重视到我们这样 还有一家老店家的存在 这是我们最感恩的 以我的方向我会希望 祖来发它就是可以 一直非常平稳的发展 而不是有大起大落的 因为我不想要让我的家人那么辛苦 做饼一天的时间那么长 我会希望说在我们第五代 有我的弟弟有我的姐姐 那我希望说我们几个小孩子 可以把这一点点一起撑起来 那至于说像我或许像我的姑姑姑婆 他们没有结婚 或许他们一辈子他们不会有遗憾 可是我会想说我们一样是他的孩子 不管我是不是他的孙子 我们就是把这间店撑起来 其实全家人共同的信念就是 把这一间店好好的维持下去 以后打击可能会越来越多 可是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就是把饼做好 实实在在的做 就不用怕任何打击 也不用担心说 不用早上起来说 我今天有没有人来买东西 今天的饼做不做得好就不用担心 我觉得在平稳中 然后寻求它的发展 然后能够配合的公益活动 我们尽量的去做 那在可能在短短这几年之内 就还发并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可是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 我们的观光客跟外国的人 客人会变多了 那我会想说 我怎样去提升我自己的语言能力 我可以让跟更多的外国人 他们沟通 让他们知道说 还有这样一个老店家 在台湾这一个地方 灯笼的含义就是像早期的话 有一种天丁的意思 家家会会掉灯笼的话 就是代表一些平安的意思之类的 我们是大概是从我爷爷那边开始做的 就是说我爷爷 他跟我爸爸一起下去做 他们是 我爷爷的意思是觉得说 因为庙宇都不会倒 然后才叫我爸爸一起去学习做灯笼 然后我爸爸也就从后面开始学习 如何把灯笼组装成一个形状的灯笼 这样子 然后到现在大概有三十几年那边的吧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还是由庙宇去购买比较多 然后现在会有一些像夜市的摊贩 或者是一些自己出来开的 购买力的话还是庙宇最强啦 其实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母亲在 年灯笼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看到她如何去装灯笼 然后小时候因为比较小呢 会觉得灯笼很大 然后会觉得很好奇 可是也不能去靠近 因为其实她的年纪都是有一些 比较有毒的物质啦 以前跟现在比较不同的是 以前灯笼它的骨架是用木头的 就是会腐蚀 然后现在我们会用一些压克力的骨架 然后也是手工的 然后它就比较用撑了比较久 你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不会去损坏 因为以前的话 都一定会先做圆形的 因为是庙宇的 圆形可能就尺寸越来越大 然后的话 商家的话就比较希望是厂的 日式的或韩式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变冬瓜型的 或者是更大的 或者是鸡蛋型的这样子去做改良 那是什么契机让郭欣开始想要改变 其实也是看契机的话 也是客人他会去要求说 我的灯笼希望是长一点的感觉 像冬瓜日本的式的感觉 那你假如说这个客流量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会去开他的模具 而去改变它 而不会说都是一般圆形的灯笼而已 那在改良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改良中困难其实倒是不会啦 因为其实你基本上知道怎么去开模具以后 只是说你要改它的长的或是宽的那个都可以 以前的话我爸爸他可能就是说 他会拿就是拿美工刀 然后就是整张布去割成我们灯笼 要的尺寸的形状 然后可能这个case他假如有1000颗 或是2000颗 我们就要用手一张一张的去割 所以的话这个会比较辛苦的部分 然后现在比较不同就是 我可能会有一些模具 然后我直接机器把它压下去的话 我们的形状的灯笼的布就会出来了 而不用再以为的用手去割 然后比较辛苦的过程的话 是说可能他忙完以后 我们还要出去说像 现在也是看得到的整条马路 都是灯笼的情况下 然后他要一颗一颗的去掉 然后大概那种大太阳底下也去施工 我也是有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也可以体谅那种 大太阳底下很热的感觉 可是你假如说现在要改变的话 妙宇那种整条灯笼的感觉的话 他们还是会保留他的传统下去的 其实愿意回来的话 其实以前的话我也很不喜欢灯笼 因为小时候看到大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厌烦 然后当兵完以后 也有去外面工作一些阵子 可是那时候 家里的话我母亲身体不太舒服 不是 然后后面的话 我也因于这样的关系而回来 然后可是随着时间这样子去跑 然后他的病情也越来越恶化 然后最后也是离开了 然后后面我就整个 就是回来这边顾灯笼这样子 有些是用书法 然后也有些的话 我就会改良成用电脑各自的方式去处理 就比如说客人他要求他们的logo 要印在灯笼上面 我也可以帮你用在上面去 因为有些的话他们写字没办法呈现那种 跟那个广告看板一样的感觉 印象深刻的是的话 可能是之前有JP test的话 是说我们要呈现一个灯海的感觉 就从我们高空七百公尺往下看 有一种台湾和平这样子 因为他场地很大 基本上的话可能一排的话 大概也有五六三百棵以上 你就这样持续的大概几百排这样子 然后你就一棵一棵去慢慢装 然后其实很累 然后那个时候又是比较冷的天气 然后还装到快装到过年 所以印象会比较深刻 这种灯笼的行业它是属于说 我们还是会去找庙宇去接洽 而不会注重像我们家的门市 像我们家门市比较不多啦 因为你要卖的就是一些客人要求的 不一样的改变变化的 然后你庙宇的东西就是固定的 主要是庙宇的价钱的话 都是比较统一的 它不会说你去创新 然后就会有所改变它的价格啦 然后改变的话 大体的环境它改变不了多少啦 我现在的方法也只能说尽量去 客人要的贴质等种改变它的模式的话 我尽量能去就帮它改变这样而已 回来继承的话 也是家里可能就剩下我一个男生啦 所以也只能回来帮忙这样子 然后坐着久了久了就习惯了 比较不希望说她就从此不在了 嘿嘿嘿 然后也是算是说对我 反正我妈妈一个回忆吧 在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个鬼衣是怎么样的 就是小时候你看着她那边做辛苦的赚钱 然后你在她的 像她这样我们的大树一样 然后我们在那边玩乐 然后小时候也比较不懂 然后长大以后才会知道她的辛苦 可是她们都会说现在小孩都不接手了啦 接手灯笼啦这样子 其实我还是会接啦 她要帮忙的话做家里东西的话 我都会去做啦 你觉得这灯笼它会消失吗 还是会消失吗 它还是不会消失 因为主要的话也是庙宇的关系 对他们就是固定每年的节庆 然后现在也有比较多年轻人 会来买一些比较不同样的logo 我会把它用在灯笼上面 所以它还是会持续下去 这家店的话给我小时候到现在 感觉就是一个回忆 然后我不希望它就从此消失 所以我会持续说把它捂下去这样子 我从高雄青年到已经几个十年了 虽然时代改变 三地哪来哪就 不过我没有变 我还是继续青年到 为了各种人最好的品质 我非常感兴 看见在地人的心 庆联港都有限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我们的家庆联港都有限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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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手机给各种人最好的品质 我愿意继续坚持下去 深更在地 青年港都有限电视 与您携手努力 开播囉 高雄最在地的节目 社区好新闻 十月九号起正式开播 城市翻转 你我共同来努力 社区营造 你我一起來 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 十月九号起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 敬请锁定第一次频道 高雄都会台 社区好新闻 有人说我们都老了 哪会 但是你都和这些老朋友做人 和声呼吸和声收听 日子实在过后很复迷 我们大家都感觉越来越年轻 永远的老朋友 青年港都有限电视 我在高雄青年港 已经几十年了 虽然时代改变 三地哪来哪就 不过我没变 我还是继续青年港 为了高雄人最好的品质 我很感养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都有限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从我们阿爸那时候开始 我们做香已经45年了 春秋天做香虽然很辛苦 但是为了 传承我们阿爸的手机 让高雄人最好的品质 我愿意继续坚持下去 深耕在地 青年港都有限电视 与您携手努力 我在高雄青年港已经几十年了 虽然时代改变 三地哪来哪就 不过我没变 我们还是继续青年港 为了高雄人最好的品质 我很感养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都有限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